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珍小鱼 欢迎大家收看这节五间总结 先和大家跟进一下最新的大市情况 内地股市方面上午已经收了市 上证指数跌3点 报3022点 深证城指跌25点 报10539点 沪深300跌7点 报3249点 创业板指数跌8点 报2149点 恒指方面最新升92点 升幅0.4% 最新报22554点 刮企指数升48点 报9349点 大市成交317亿 这只嘉宾车来Harry和我们 去总结一下上午的市况 Harry 你好 先和Harry说一下大市 铁马美股靠稳 纳指创新高 恒指今早跟随外围有高开情况 高开45点 报22511点 创今年以来的高位 国企指数高开24点 报9326点 开始后 看到大市升幅收窄 恒指一度升10点 再重拾升势 恒指曾经升超过100点 灾仓年内和8个半月的高位 例如恒指是否越升越有 还是短期之内都要休息呢 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 恒指说应该有回吐 已经升了相当多的日子 但是我看到上面 应该大概228至2300 应该挺大阻力 这些浸浸走淡仓 看一看何时的成交 会增加 一增加那些东西 大家就要小心 现在暂时你看到 半日成交都是318亿 就没有特别增加到的 这些浸浸来说 如果你有好友的看法上面 就迫着这样追 其实市越升越有的时候 基金的长仓不够 看到那些资金就涌进去 但是幅度上来说 又不敢涌太多 因为始终都升了这么多 一回吐起上来 其实都会相当之深 但是这个情绪来说 暂时我们未看到的 因为要有一个比较重磅少少的 利淡超息走出来 恒指才会炸下去 所以暂时来看 我先看着228至200的位置 我觉得有条件会冲上去 但是你不要预料 本身美股或者单凭A股的因素 就是小小地 有些回吐或者上升 会推到恒指 因为暂时来说 它是好自己走的 看了一些业绩的表现 跟着有降交所 又有中移动 再加腾讯 这些业绩上来说 由于每个都很重磅 所以对于未来后市的看法上 会有少少指标性的作用 所以暂时来看 我预料今天指数表现 如果你说升幅是收窄还是扩闊 就看看A股究竟如何 如果你说A股 都会维持这几天的升势 行至有百多二百点半 会充上去 明白 看完大市 看看今天一些焦点股份 有2018 瑞星科技 最新股价75.7 股价靠晚升1% 值得留意 就是今天创了52周的新高 本中高见77.45 见到这只股份 今早已经高开3% 再创上市的新高 当中大行花旗发表的最新报告 指出双调 目标价3.6 看90元 维持跑赢大市的评级 虽然说大行看的目标价 不会在短期内发生 但都整90元 会不会都过分乐观 如果你说过分乐观 我又不够胆说 因为它有它的原因 你也要谈谈原因 所以它在说 升学元件的升级 我们之前都有分析过 要看看它 究竟升级的份额 或者幅度是多少 现在最主要 都在衷敬Android 或者iPhone 元件升级的幅度 可能会很厉害 原先我们在估计 本身升级的幅度 可能在喇叭上面 或者一些升学元件 可能会双倍 变成两个喇叭 四个喇叭 今天大和份报告 可能会做防水 这些比较特别的特别 会推高毛利 是不是90元 我不敢说 但市场是顺利的 虽然现在这秒钟 你见到它会有支音笃走出来 但是瑞星买下去 其实有一件事 要特别地留意 就是它本身未来会出业绩 第二季份业绩是一定不漂亮的 因为本身iPhone的销售很差 在第二季 现在其实所有的憧憬 都会放在iPhone7那边 所以看来 如果你说这样炒上去的话 我怕会好像类似港铁的震动 震动回来 才慢慢看iPhone7的情绪 所以你买下去就不要太勇猛 我会觉得你不如看一看 那个业绩出来先 其实这些股份已经升了这么多 每天都讲新高 所以小小地觉得 都是有得抓 没得炒的了 这些股份来说 你只是看着它如何去升 好 谢谢 在这个时候 和大家跟随这个版块 最新造假 联想集团是偏远跌幅 跌幅1% 报5.36 帖子友通讯是跌1% 跌幅超过2% 跌幅3% 报6.97 学派集团是跌幅超过2% 跌幅3% 最新报1.52 瑞星科技升5% 升幅1% 报75.7% 信玉光学升0.3% 报33.2% 接着就和Harry说一说 暂时在恒指成分股当中 表现最差的一只股份 編号66号的港铁公司 见到公布了业绩之后 就显着受压 暂时来说是最差的蓝筹 集团昨天公布上半年的业绩 计入投资物业重沽之后 顺利51.21亿元 按年减少37.5% 维持派中期息 每股是2.5仙不变 另外集团物业发展利润大减 9成1 业绩是否真的强差人意 暂时来说跌跌至4% 业绩是没什么 大家要明白 它是半个地产股 没有合约销售出来的时候 其实没有项目入账 就会令到业绩走样走得很厉害 但如果你看回它核心业务 票务租金那些 继续令到香港人很不开心 一直升上去 所以对于为何股价跌这么厉害 由于先前的预期 本身可能是第二次的中期股息 又或者是未来的发展上 都有一些前景亮丽的看法 所以炒了上去 但很明显地炒得挺过龙 所以暂时来说 港铁又见它趁着业绩回一回 炒到上去45元的位置 要回下去的时候 我看下一个关口 要看40元才能守住 即是50天线 以现阶段 我又不觉得它会再跌下去 因为虽然中期的息 又不是特别的多 而未来的特别息 都要明年才能排发 但始终的特别息是2元 所以会撑起股价 我觉得如果大家 这个机会 如果你想买港铁的话 等它下40元 我觉得可以吸一吸 但现阶段来说 你可能预计它会比较弱些 好 另外见到报告里面指出 沙中线的整体工程 至今已完成了59元 港铁在中期报告里面 亦预告沙中线的造价股算 会显著上条 见到大网都发表了报告 高盛最新轻名上条港铁 目标价34元 但维持沽售的评级 德行和野村维持正面的看法 一起再看公用股的最新造价 中电方面是靠稳步80.35元 中华煤气是没有升跌 报14.54元 电能实业系升4毫 升幅0.52元 报77.15元 港铁公司跌幅超过3% 挨近4% 报41.95元 而长江基建方面 股价偏远跌了4毫 跌幅1% 报69.85元 而恒指成分股当中 表现暂时最好的有 两只豪赌股 金沙中国4.7% 银鱼升幅4% 而康师傅升幅超过3% 报7.45元 而表现最差的 除了有港铁公司之外 之后有两只地产股 有行动地产跌幅1% 报17.06元 行指半日收报在22,558点 升92点 刮企指数9,348点 升47点 戴市成交320亿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先和Harry做新报 刚才提及股份或指数相关资产 你没有持有? 没有的 感谢您的详终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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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